L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薩拉神人 這場比賽是經濟場的天梯地圖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紅色是選擇的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是吃果子速度特別快 而且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法蘭克人後期這個騎兵有20%血量加成 但是沒有品種 但是192遊俠還是非常好用的 後期通常搭配都是集兵配遊俠火槍火炮 或是少量支服兵做一個搭配的 工兵現在不太行 所以即使打戰矛也很難抵抗對手的強奴攻勢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薩拉神人 薩拉神人最大的特色是駱駝血量很多 高達170滴血 後期還有奴隸兵可以使用俗稱菜刀 薩拉神人最常打的制服喝還是打這個強奴 強奴配上駱駝 還是比較常見的一個組合 薩拉神人的強奴呢 前期工兵這個封建小工 有這個對建築物額外傷害 所以在一些特殊的阿拉伯地圖的時候 這個破牆的時候非常好用 很容易讓對方來不及為死 然後被這個工兵給打死 薩拉神人的交易也是比較便宜的 這個市集的買賣資源 有這個5%折扣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特殊戰術 也會去挖黃金做一個買賣 調整一下自己的經濟 或是爆出更多的單位 但是這個打法已經在這一兩年 不是這一兩年 應該是這半年來說 應該沒有人會這樣打 這個有點是一兩年前事情的戰術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選手 藍方是我們的熊出沒請注意 這個就是天空熊啦 這個好像是小號吧 天空熊是小號 那接下來看一下DOT DOT應該是不用介紹的 GEO戰隊 MIPER戰隊的隊友 DOT 這也是我們俗稱的戰術大師爺爺 那我們所謂的DOT寶 就是在說他 那為什麼是DOT寶呢 就是因為他以前蓋城堡 只拉個6村或是5村 3村4村少量的村民去蓋城堡 然後結果被對方抓到蓋城堡的村民 直接被反制 然後城堡還蓋不起來 所以以後看到城堡蓋不起來的情況 我們都會叫他 哇 這是DOT寶 有點在 有點算是半嘲諷嗎 或是覺得一個 算是一個趣事吧 那現在DOT寶 他出現DOT寶的這個 機率已經變得很少了 可能大家也在調侃這件事情吧 所以他也比較注意這件 蓋城堡要多一點人去蓋的事情 好 先看一下兩邊 這個刺猴熊想要打嗎 沒有尻上去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競技場的這個配置 稍微講解一下 好 稍微加數以下 那競技場其實有個細節 就是一開始最好的事 就是兩個房子蓋完之後 待會補的房子都補在這個城牆旁邊 盡可能補在中間這個位置 那如果對方如果塔攻過來的話 如果他塔這個位置 那你就只要把這裡圍起來就好 盡可能不要讓對方進來 那後面這邊路也是 但是如果通常對手很聰明的話 看到這邊三個房子 他就可能會插這個位置 然後這時候呢 你要趕快去讀口 去蓋個石牆 看他打哪個石牆 就去補哪個石牆 然後盡可能把這裡圍起來 這裡小微小微把這裡圍起來 讓對手沒有辦法輕易的路行進來 只要他沒有插到金礦處 然後或者是 你看他已經插到這個位置了 你也可以馬上去挖石頭 然後反置 插一根劍塔在這裡 讓他一定要繞道去插別的地方 然後這時候你就趕快偷經濟 偷經濟到這個城堡時代 這樣就可以了 那最近很少看到這個 經濟場塔攻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不如先展開細講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經濟場配置 現在是25P上封建時代 那道德這邊則是23P 相當早 那通常呢 經濟場來說 你是可以不用先點織布的 所以村民數都是25低血 但是如果對方打一個劍塔 快攻的話 你一定要點織布 這個是要特別注意的 不然有可能你的村民很容易 就被劍塔給射死 好那反而客人這邊23P上 點下了一隻村民 然後冰宮廠還有士忌 那冰宮廠跟士忌 是兩個人蓋士忌 一個人蓋冰宮廠 這樣就可以順利升到這個城堡山 然後再按下兩村 好 資源完全剛剛好 提到了城堡山 那天空熊這邊呢 則是三個人挖金 正常開局 八個人挖木 八個人挖木的話 算是對於競技場來說 木頭要求沒那麼高 因為畢竟你不用圍家嘛 可以省下很多資源了 那大部分的村民 就可以拿去挖金礦 或是彩樓就可以了 好那由於薩拉森的經濟比較差的關係 所以天空熊打了一個比較保險的方法 就是25P上 這樣是一定可以順利升到城堡style 也是一個標準的開局方式 那23P上封建時代點城堡這件事情 其實算是要看文明的 並不是每個文明都做得到的 你們可以去嘗試一下 全部的文明都來個23P上 你就會發現有限文明 是很難上去的 那八個人能上主要是因為他的柴果有優勢 吃的速度夠快 你看這個時間點天空熊還在吃果子 好那法蘭克這裡有個很強戰術 就是他城堡很便宜的關係 所以這時候通常可以直接蓋城堡 蓋人家城門 直接做個潛壓 然後蓋修道院 然後植斧兵 還有這個投石車直接潛壓 就完全不打騎士 那植斧兵最麻煩的事情是 他只怕工兵 那工兵單位的話 又很害怕對方的奴炮啊 投石車 那這方面來說的話 法蘭克這邊的攻勢 就直接生旅投車 投車壓制對方工兵 然後支撫兵防守對方欺騎兵過來 或是一個步兵爆的部分 這個是法蘭克人在競技場來說 是一個很強大的一個潛壓助戰方式 好那這邊看到了 城堡的天空熊 會怎麼打呢 來看一下他這邊是開下了城鎮中心 那有人會說 哇靠你看到人家潛壓城堡 你還敢蓋城鎮中心 偷弄嗎 其實這件事情 只要你不是開到3TC 我覺得還不過分 雙TC 開龍我覺得是能接受的 至少你不會落入對手陷阱 因為對手一定是拉了很多村民在前線 想要來搞死你 所以 你這邊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先趕快去挖石頭 然後趕快再蓋一棟城堡去做個對應 但是要對保的情況下 現在也沒挖石頭 現在挖也來不及 欸這邊聖鎮可能會死喔 這會直接衝過來 好 收進去 好 找走 有機會嗎 喔 差一點 OK 這邊天空熊使用聖鎮做一個反制 但是對手道特已經連插兩根城堡 連環寶插了進來 雖然這還不到真正的靈環寶 但這個算是半套的靈環寶 好 來看一下 直接殺掉一隻聖鎮 村民要退囉 哇 這裡被逼過來了 這裡就有點麻煩了 那如果有挖石頭的情況下 城堡最好是蓋在這個位置 讓對方錶在可以接近這個地方 那對手通常會往右 那往右的話 你這邊就會拉一個大石牆 讓對方錶在接近就好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對方一直在盧曉的話 這邊再把這個修道院低掉 或是直接把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防守右邊就可以了 那左邊這個位置呢 你就繼續開始農你的經濟那些的 或是直接往左移 像天空熊這樣子 直接往左移就可以了 那現在天空熊會有問題 像他現在石頭被控制住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再繼續開城鎮中心 或是蓋石想或蓋城堡之類的 所以他這邊集去一個石頭 你也太聰明了吧 蓋超遠的 確實也只有那邊有石頭了 好 天空熊確實第一時間去挖下了石頭 到頭這邊繼續挖石頭 然後可以繼續塔工 那他這個打法有個缺陷 就是沒辦法蓋城鎮中心 雖然是可以蓋 但是要變得比較後面一點 那前期的部分 就是要一直利用村民去蓋城堡 那天空熊這邊反制也算得體 就三隻僧侶 然後去招搶對方的 這個叫什麼 叫村民 去防止對方去蓋城堡進來 但是對方的反制方法也很簡單 直接蓋個頭車 或者是用這個肉碼去砍也可以 那頭車的部分的話 也要看薩拉斯人這裡 會不會去點這個救贖思想 我記得薩拉斯人是有救贖思想的 所以大家可以頭車出來的話 天空熊也只要點下475 還是能擋得下來的 好 這邊點下來一級射 反彈克人增加一下城堡的射程範圍 這樣就可以是到城鎮中心了 好 那現在雙TC開農 那其實這裡最好的打法就是 雙TC農上地龍時代 然後挖一棟城堡 然後開始用巨頭反制回去就可以了 跟對手DOT這邊是單TC的關係 升地龍時代一定會比較慢一點點 經濟沒那麼好 但目前看起來天空熊的經濟調配 並沒有到非常優喔 不知道為什麼 他其實可以把這些木頭的人 多拿去撒農田 甚至把這個黃金拿去賣掉 把這個木頭拿去賣掉 然後速點帝王 好 這邊由於只有三隻生旅的關係 所以很難阻止對手 唉唷 這個扯點就出事啦 哇 閃掉這個箭矢 但是沒有點475的關係 生旅還沒法招響投資車 現在投資車是個難解肢體 這個看起來要倒掉了 完蛋啦 天空熊這邊 雖然能點地龍時代 但中間這裡被指輔兵爆打一波 完蛋 孫女應該是可以解的掉 因為村民是跑得比孫女還要快的 但是不繼續追 後面有指輔兵在打 好 到達投資車 開始硬拆 這跟城堡建立起來之後 天空熊的村民可能要開始逃難了 繼續往左牽吧 好 這邊點下就出思想了 待會生旅就可以反制投資車 好 那現在天空熊完全被斷石頭的關係 所以現在就算點到帝王時代 也不能產出巨型投資機做反制 所以他這邊一定要確保石頭的來源 所以這邊蓋下一個城鎮中心 算是一個不錯的 算是對應吧 好 那到達這邊 也有可能是看到天空熊的石頭 遺漏在外面 但我不知道他怎麼看得到的 這邊應該是極限看到吧 在外面你再貼這個牆 應該是看不到裡面的 他可能是預設一個位置 畢竟看到這邊有這個房子在 很少人會繼續把這個城堡插在這個位置 通常會插在這個位置之類的 別人這裡還有空機嘛 對不對 好 把這個構衡直接插到了更深入 連環寶插了進來 這就是我們俗稱的連環寶戰術 那連環寶戰術比較適合兩個文明 一個是法蘭克人 再來就是西西里 那為什麼是西西里 主要是因為西西里的城堡 建造次數很快 所以其實也蠻適合的 再來就是西班牙 然後因為西班牙有建築共30%的建築加速 那再來就是這個銀類了吧 寶加利亞也適合這個塔催戰術 但不是城堡 威力稍微弱了一點 但其實這個傷害跟城堡是差不多的 所以寶加利亞也可以試用這個戰術的 但是確定就是一樣就是單TC開農 而且這一招通常你只能打爆新手 為什麼是打爆新手 是因為主要是新手都不太會打這個 對應這個戰術 通常被插爆之後就不知道該怎麼玩了 但如果遇到高手的話都會直接開農 繼續農起來 到地龍時代 然後蓋下城堡 然後慢慢反推回去 那由於開農的情況下是有經濟優勢的 所以不太會有那種 你農上去還會打樹的狀況 欸這邊還點下 醉俗思想 招翔對方生旅 哇靠 天空熊 厲害了這個 醉俗思想325 有一點下 好這邊想要蓋一棟城堡 好這裡蓋到一半不蓋了 村民想要拉出來打架 但這邊可能沒有辦法喔 因為 這邊可能會圍死 這裡 扣城堡沒意義 拉走拉走 這個不要繼續蓋了 村民拉走就完事了 這邊城堡可能還是會蓋起來 因為這個已經蓋 這個看起來就是快要蓋好的樣子 那道德也知道這個蓋好 這個低調其實也蠻浪費的 這裡再補下一個採礦地 稍微去偷採一下石頭 然後目前是天空熊 57村 對上法蘭克人 48村 但是神旅沒有修道運可以放 趕快補一個 OK 馬上補下 那我覺得這一個影片喔 應該算是 對天空熊來說 是一個挑戰 因為道德這個戰術 確實不好扛 如果他能扛過這個戰術的話 就代表天空熊已經進入了 頂尖選手的範圍裡了 這裡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這個有點硬要 哇 這個人來得走嗎 來得及拿走這個生物嗎 看起來有困難 這個村民可能被招掉了 哇 果然被招走了 快跑啊 拿用這個村民去敲城門 對對對 哇 天空熊真的很會喔 敲完城門之後趕快把這個生物拿到中間裡 好 稍微架速一下下好了 那目前道德的城堡塔弓啊 就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這個農田其實也可以低掉 但對方沒有來搶農田 所以天空熊就沒有去低農田的動作 好 這裡補下了工程機製造所 青頭還有市集 這邊道德拉了一堆村民出來 想要玩gay 但這邊點下帝王時代的 確實是法蘭克人 哇 尷尬了 這裡雖然可以帶動城堡 但來得及嗎 這邊生女怎樣去招 招對方的村民 快招快招 這裡都在休息 村民都在休息 都不能招 這已經都招完了 好 頭子射出來 稍微反制一下 蓋城堡的村民們 這邊拉一下 但是天空熊可以先蓋好 這邊成功了 天空熊終於反制了回去 但是肉類不夠多的關係 即使有了城堡 也沒有辦法產出巨型頭子機 但是道德這邊已經點下單TC帝王了 電用時代已經農了上去 後面再補一個城堡 頭子車被解掉之後 還能再狗起來嗎 菜刀開始丟 但道德決定要硬蓋了 頭車趕快出來炸一發 80% 快炸 天空熊 炸 往後拉一下 炸錯東西了 尷尬 哎呀 頭車跟奴隸兵沒了 還好看起來這一波 天空熊沒有太傷 村民還是領先的 道德反而是村民損失掉了一些 到了32村 那目前天空熊是兩倍村民量 資源來說應該是不會太輸的 而且道德還有幾隻村民 七村在裡面也沒有在工作 所以現在要打回去 還是有機會的 天空熊還沒到絕望的地步 好這隻菜刀 直接被村民爆打一波 道德使用少量的村民 直接解決掉了 有點厲害 但是輕型衝撤就在這裡了 可以馬上出來去點爆 但是道德看到 這裡有插旗子 裡面有藏了什麼東西 不知道 好趕快存個兩條 直接去運沖掉 好那天空熊這邊 可能還是要繼續撒農田 這個不撒農田的話真的不行 好 付下更多城市中心農田 那還可以 有點下一級農 有一級農就可以了 二級農的話 四級的話再去補就可以了 好兩座衝車 那這邊很聰明喔 先點下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但是剩下一台的時候 要跑來得及嗎 後面村民來修理 再點一下就有機會了 這個殘血走掉 好但第三台衝車也出來了 後方有直伏兵 這個衝車可能做不到任何事情 那直伏兵打衝車是傷害很高的 因為一隻伏兵的傷害判定 是近戰傷害喔 所以是可以吃到這個減三房的效果 所以打一下衝車是有十滴血的傷害 這個不能小觸喔 好城堡繼續聲插進來 看一下這邊天空熊會怎麼應對 天空熊先拿村民過來想要來反制 這邊也可以考慮直接蓋一棟城堡 但這邊是選擇直接用村民來做干擾 這邊城堡應該是蓋不起來 到時候選擇低調往回拉 村民樹已經變成三七村打八四村 天空熊村民樹還是稍微領先的 好那這邊城鎮中心看起來是守不住 但是這邊很好喔 石頭會挖完了 這邊石頭挖完的話 對天空熊來說是一件很補的事情 但是這邊沒有採礦地的關係 所以可能要直接拉走了 好但這邊想要出去來得及嗎 天空熊 這裏要幹嘛這裏要幹嘛 好這邊從城直接殺進去 村民來得及幹嗎 哇天空熊這邊突然伐木了起來 不確定不確定天空熊現在這要幹嘛 好這邊築城一下 房子一下生侶被打 蓋兩個房子 村民稍微繞路 村民這時候突然爆打城門 完蛋了只有衝車沒有辦法 這裏要補一根劍塔嗎 城堡蓋在了後方位置 這個位置有點太後面了吧 不確定是要幹嘛 好道特這邊直接用生侶 哇道特想要把天空熊村民給蓋起來 好但天空熊有一些村民不在動 衝車雖然很努力 在頂 然後又修起來 衝車血量一直很高 哇這邊是有機會突圍的喔 看一下道特這邊能不能搞成功 衝車血量剩下3D2D 哇爆掉了 這個城門直接硬修了起來 好後面村民也被打喔 糟糕糟糟糟糟糕 這邊有點難打破 好看一下右邊 三台巨型頭司機慢慢都更了過來 好這邊其實可以按幾隻生侶 去偷造巨型頭司機的喔 就要看天空熊有沒有靈性的 因為這個靈精在城堡射程範圍外 後面也沒有指輔兵喔 所以這邊其實是可以用自己的生侶 去招響對方的巨型頭司機 但是道特應該不會那麼傻 可能天空熊也有想到這一點 可能天空熊應該現在想這一邊喔 該怎麼辦吧 這邊村民確實 也有拖到道特這邊的村民喔 其實還不錯 這邊的一個交換喔 讓道特的經濟更慘喔 看這裡有總共8村都沒有採資源 他只有大概23村左右吧 28村 28村左右在採資源 甚至更少 好直接應招 哇有靈性 直接自滴巨型頭司機 哇鑽爛了鑽爛了 OK 這就是我們台灣職業選手 天空熊的靈性嗎 居然直接應招 喔靠這個太準了吧 一頭砸掉 好當然清奇兵過來囉 尷尬囉 道特人家清奇兵來了 7加1 8攻的傷害 這裡看起來是很難蓋得起來了 道特應該要撤退了 這裡不撤退會把自己村民給送完 然後就要打出GG囉 好點下2防 這邊清奇兵也可以直接去硬抓掉了 都已經來到城堡下方了 是我的話一定會先拆巨頭 巨頭一定先拆 好這邊趕快用村民去圍起來這棟城堡 讓對方沒辦法順利蓋起來 好清奇兵只能解掉一台巨頭 稍微可惜了一點 但後面後續拉了衝車過來 所以沒有打算要圍 直接想要都更掉 好但這邊森旅 招翔的CD時間快要好了 要趕快再招一下嗎 再招一下再招一下 清奇兵再回頭 好招了兩個三個 好下方村民 居然跑得出來 但下方有城堡 這邊要撤退也不能 這些村民只能發呆了 好但清奇兵這邊打得很漂亮 直接把所有的村民給收了 後面直徒復兵想要來救援 但也來不及 城堡來到94%停住了 天空熊這波反制打得非常漂亮 再用剩下的清奇兵 去解掉後方軍型投資機 搞定 天空熊這場滾了 23村對100村 怎麼輸 後面這兩個馬就 三個馬就拯救世界了 哇天空熊 有料啊有料啊 這個要是我應該已經倒了 但是遇到DOT的天空熊 還是努力的反殺了回去 雖然這邊村民全部倒地了 有點慘 有點慘 那我覺得剛剛天空熊有個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在這邊蓋個箭塔 然後 開始射 就會一般塔崩 然後這個衝車 去防守 然後堵掉 然後進去會比較好 但剛剛游雨太忙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做到這麼細節的操作 真的沒有辦法 好 那這邊重點下帝王十蛋 那可能帝王一考 DOT可能就要勸退囉 帝王勸退 村民術差距非常多 現在幾乎是4倍村民 25對98村 好 蓋下了更多的工程器製造所 看來是要來使用衝車直接都更 那家裡雖然有一堆黃金喔 但是DOT的村民很少 所以沒有辦法爆挖一波 這有點可惜 對他來說可能是一件小傷的事情 那我覺得DOT這邊遊玩的有點不夠好的地方 是沒有補下自己的城鎮中心開農 而是一直想要去弄爆對手 這該怎麼說呢 雖然說戰術來說 確實可以獲勝喔 可以自取對手 但是 對手遇到這種太多戰術的話 要反擊也不是沒有辦法的 這就是戰術的一個缺點喔 反而是像Lype那種開農反擊 用自己的一個硬實力喔 反之對手戰術喔 才可以長期獲勝 是個關鍵喔 因為我發現常常在練戰術的選手 反而沒辦法打到最頂鍵喔 可能在個A級選手就差不多了 要到達A級賽事可能很困難 A級賽事的選手共通點喔 就是他們不只戰術喔 連開農反擊喔 也是很擅長的 當然是像DOT這種選手 就會在遇到某些情況的時候就會比較難 但是DOT他這種玩法 在團戰來說 是很好的一個發揮喔 在單挑來說 可能就會有點 不堪使用阿 就是缺點蠻多的啦 變 這種戰術喔 就是一種雙面刃 你要這樣打的話 就要捨棄自己的經濟喔 你不這樣打的話 可能跟對方打得五五開 算是一種捨取方面的事情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法蘭克人 這邊是出了非常多的直伏兵 但天空雄這邊是直接轉出了一堆千奇兵 那薩拉森來說還算不錯 肉碼的部分也有三級防 而且也有大肉碼 而且還有品種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 只是沒有特殊能力喔 但也沒有關係 再有大肉碼三級防三級攻 這個肉碼用起來是有點傷害的 那薩拉森呢 也有這個大衝車可以升級 剛講我就點下了 這個大衝車可以升級 但要1000肉 那為什麼 有人會說 為什麼天空雄不去用這個巨頭 去拆城堡就好了 那目前的猜測是 巨頭彩量比較慢嘛 那大衝車比較快一點 前線都已經用工程器製造所了 而且要拆的城堡有點多 出巨型頭司機可能會拆的比較慢一點 當然我是個人比較偏好巨頭啦 那衝車的話確實是需要升級 需要一點時間的 而且很容易被對方村民反制喔 這個缺點其實有點小多 但是現在兵量夠多的關係喔 所以即使對方的村民或是指輔兵來反擊喔 反擊的效果還算是可以的 但指輔兵數量很多喔 直接硬丟 衝車 但是正面有輕騎兵在反擊 指輔兵倒地速度很快 剩下10隻指輔兵已經少了一半了 這邊直接收進去城堡裡再出來繼續投擲 OK 瞬間解掉 哇 尷尬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太喜歡這種死血喔 用衝車去解 還不如用巨頭慢慢拆 但是天空熊可能要趁勝追擊吧 巨頭跟衝車都有在按 其實還可以接手 不是只有單純衝車而已 好 這邊馬弓反制回去 直接讓道德打出了聚局 天空熊這一波打得確實漂亮喔 後面的承認中心讓他回復了正常經濟 而且城堡還有保留待一座後方喔 那這一座城堡 大家可能覺得完全沒有掃到任何東西喔 那最有可能是他想要反制 對方的這個巨頭 對方如果巨頭想來拆城堡的話 一定要深入到這麼裡面喔 那到這麼深入的話 對天空熊就有優勢 那如果插在外面的話 缺點就是很容易被對方巨型投石機給攻擊喔 那如果自己沒有保持住移動城堡的話 巨型投石機跟增兵技術就完全出不來了 對於後期來說是一個相當困難的一個問題 因為石頭部分都已經被倒頭挖的差不多了 所以即使待會再反殺回去喔 石頭可能也沒剩多少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喔 今天應該是完全不用看 哇 這個石頭挖4000多太狠了 當然所有經濟呢都是輸給天空熊 甚至輸了兩倍以上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